早在2015年 就有网友在昆山 网络一时听上传过 新元热电厂烟松冒黑烟的照片 同时也有不少的市民发觉表示 热电厂不会时不时的飘出 自闭的气味 市民都很关心厂区搬迁的问题 总共有点有影响的吧 这污染有的时候冒黑烟 有的时候冒白烟 都有小孩子啊什么的 总共有不带好的 这个不是幼儿园吗 都是幼儿园 小区里面也有幼儿园的 平时就冒白烟 觉得还是离社区啊 人居住的地方要远一些 比较好吧 那边挂点空的话 空气肯定也不好呀 这边三十个吧 这个地区 还有主要是小孩子多吗 研究们就是说 那上面呢 研究大嘛 对那个身体有点害死 肯定有影响呀 影响大的的 比如说空气质量啊 还有比如说如果开窗户的 那个房子里面都是一层灰 肯定就是那个 那个阴厨里面冒出来的 我们国家的煤电 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吧 一个方面是存量非常大 另一方面是在调配的过程中 它这个调配也不是最环境 就是环境方面的考虑 并不是很高 中国是一个煤电 煤炭的消耗大户 这里也主要是中国的电力部门 是以煤为主 中国目前70%以上都是煤炭 煤电 而且这些煤电呢 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新建的 我们煤电市场 我们煤电市场 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 它并不是按照最低的这个成本 或者说甚至是按照 比如说对环境影响 最小的这种情况来 分配到各个电厂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其实我们国家的煤电 很多情况下是计划的 那么这种计划的情况 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煤电的配置 是非常的不好的 那么电力市场改革 在最近两年也非常的火 我们也期待说 在后来经过电力市场改革 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个煤电 向可待生能源的一个转变 终于定了新元热电厂 翻签在即 这个是什么时候关的呀 上一个 上一个月 不是环保吗 环保不是有千二期刷件 千二期 现在不让肉又没发现 这种床子有四五年了 这里是牢牢城 西场里搬走 西场里搬走 那你们以后会去那个 新厂那边工作吗 对对对 也要去了 对 这两天就在交集数据 交接完里搬走 那你们觉得这边就是这个 厂停了之后 这边空气质量也变好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嗯 差不多 那时候 全都要起过了 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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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觉得这边空气质量有变好一点吗 现在肯定好了 外头这个不烧了 烧了 因为现在帮到巴塘的人去了 那你们有跟着一起去新的那个工具工作吗 有人去有人没去 那搬料肯定好了 早点关注早点好 因为对我们以上实在是太大了 主要是污染嘛 困息不好 他搬走了 我们也收了无人了 我觉得我们考虑煤炭的减排问题 我们还是要从企业的经济动机来看 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如果这种外部性是没有定价的 就是说如果市场没有对这种外部性 有任何的这种负面的影响的一个货币化 那么企业本身实际上是不会主动的去进行减排 因为企业毕竟归根结底 它是一个经济利益主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从真正的角度来讲 就一定要对这种外部性有一定的定价的平台 就是我们国家的煤炭建立的时候 大概是在比如说九十年代到二世纪初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幅度的通电 当时实际上还没有这么多的可贷生产能源 然后当时的这个太阳能的价格 其实也没有这么低 那么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其实建煤电对于我们来讲是有很多的历史性原因 那这个煤电一旦建起来以后 它作为一个固定资产很难 就是一下子你就不用了 因为你这个建起来以后 你再继续使用 其实你的成本是非常低 它在经济上来讲 你一旦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其实相当于我们会说 它把我们整个中国的炭主席给固定在了 这样一个当时的这种煤电站的一个存量上面 那么往前看 我们就会受到这方面存量的一个限制 所以中国要想从这种传统的煤电 转向可贷生能源的话 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传统的煤电 以及如何在哪些地区来布局可贷生能源 你这个到底会对整个电力系统 带来多大的成本的冲击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接着来呢 我们的 generated at 我们的产生朋友有一点 昨日一 coin 已经上进。 全国主席者 各个 Conni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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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 所以我叫他们到晚上到八点多一点要关掉了 要关掉了 要关掉 还有什么问题啊 人家说这个要有点妨碍的 总共要对于人的一个职责 总共要对付传啊 如果说到这个未来的这种可能能源发展的话 确实对城市和农村就有不一样影响 因为目前的可能是那么远的话 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比如像西北地区 比如像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的话有很丰富的土地 他们可以发展太阳能 有很丰富的风能资源 他们可以发展风能 西南地区的话有很丰富的水能 他们可以发展水电 这样的话如果从传统的煤电 转向中可能能源的话 会促进那些偏远地区的发展 实际上类似于是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这个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版图来说 都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可能的问题是在于 如何能够使这些可燃能源 偏远地区的可燃能源 输送到这些用电复合中心 比如说是像东南沿海地区 这些复合中心 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国内 现在其实由于有各方面的政策 由于我们对环境的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重视的力度 实际上我们在国内的减排其实是非常 我们至少是非常重视的 或者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那么在国际机构来看 因为我是在读合学习 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国外的教授 经常会交流 我觉得从国际视角来看 现在大家对煤炭最关心关注 或者说觉得最担忧的一点 是中国内部的煤炭减少使用 或者说碳排放降低 但是很多通过一带一路 或者说其他的中国都在投资 转移到了多南亚地区 甚至非洲地区 南美地区 那这样的转移 对于中国在外的碳足迹 或者说对于整个世界的碳排放的影响 就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好 葬朗 habit 大概时间 emergencies 玻璃